你们好,我叫马喜 我是一个创业师 自己开了公司 然后这个我已经做了其实蛮长时间 我六年前开始做的 就是自己开了一个做软件的一个公司 自己批证 然后其实做了两年 然后投资了很多心思 可是最后好像没有那么成功经济方面上 其实有很多人用这个软件 但是经济方面上做软件成功不容易 然后后来我又开始做一个项目 就是继续做我的软件 然后又开始做那个华昌平 就是国际贸易的 然后就是来到中国了 就在中国开始做销售 已经来了一年 然后一年之内一直都从家里工作 我在家里工作就是没有很多的规定 早上不一定需要起床 可以从床上就是把电脑拿过来 然后开始做事情开始工作 可是这个很不好的 这个没有规定的 然后做事情一定要的规定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想过怎么办 在我们父亲的一些地方都价格很贵 我找到的Ded Brown市价格非常贵 然后就是继续搜索 找到了这个地方 AgroSpace 然后跟他们打话来说 价格还可以是合理的 然后来了之后 看了之后有很多其他的老板 很多也都在做软件 就开始在这边工作了 然后开始在这里 很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人 然后我们都可以交流交流 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 就蛮好的 这样能知道很多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自己需要付这个学费 自己需要得到这个经验 那会很贵的 但是别人可能告诉你 你在那里可以做这个 或者在中国一定要有服务器 自己补服务器 还是你可以在这里办这个学科证什么的 很好的 就是已经得到很多信息 然后蛮喜欢 然后我自己喜欢做冥想 就是无种打坐 然后在找到楼下 有一个spa 有一个小店 我每天可以在那里做 做我的冥想 我觉得我对这个地方很满意的 然后多一点庄业值 请你们大家都过来 我们一起庄业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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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